2019前進小巨蛋 關鍵最終回 在兩輪積分賽的翠麗後 十組參賽藝人競爭激烈 今晚將進行最終戰 大家好,我是何篤霖 大家好,我是陳妍安 大家好,我是謝金金 喵喵喵,我想喬喬喬 整個世界卻聽見我的心在跳 大家好,我是郭忠祐 大家好,我是張家瑋 大家好,我是羅子惟 大家好,我是賴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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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楊佩潔 大家好,我是陳怡婷 大家好,我是楊佩潔 我是楊佩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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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池中 究竟誰能想下 前進小巨蛋的門票呢 緊張刺激的賽事 千萬別錯過今晚的精采節目 馬上來欣賞所有藝人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首先歡迎謝京京,吳京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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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林柏宇、鄧詠軒老師 張家瑋、李士堅老師 陳妍安、葉宏老師 接着欢迎郭忠祐 吴静雯老师 杨佩杰 刘佑晨老师 陈怡婷 黄锋阳老师 郭子维 刘佩妮老师 最后欢迎节目主持人 最美丽的侯怡君 以及最帅气的GINO GINO 歡迎收看 《舞力全開》 謝謝所有藝人 帶來精采的開場舞 好 各位觀眾朋友 2019前景小巨蛋 今天要進行最關鍵的積分賽了 是的 經過三回合的施殺之後 到底誰能夠進小巨蛋 拿到最後的門票呢 好,馬上為大家介紹 今天的始祖藝人 以及他們的指導老師 首先歡迎何篤霖 以及指導老師游舒婷老師 好,再來歡迎陳妍安、葉宏老師 馬上歡迎謝金晶、吳京橋老師 謝金晶、吳京橋老師 接下來歡迎郭忠祐、吳靜雯老師 讓我們歡迎莊家瑋、李士堅老師 好,再來歡迎羅子惠、劉佩妮老師 好,再來歡迎羅子惠、劉佩妮老師 接下來歡迎賴慧如、劉佳明老師 好,緊接著楊佩潔、劉宥辰老師 讓我們歡迎林柏妤、鄧永軒老師 最後歡迎陳怡婷、黃楓洋老師 好,歡迎始祖藝人跟指導老師們 歡迎,歡迎大家 好的,今天呢 所有去黑池比賽的指導老師 全部歸對了 是的 換回熟悉的老師、熟悉的手感 相信今天表現會更加亮眼才對 應該是更有默契、更搶眼才是 沒有退路、沒有藉口囉 對 好,在我們比賽 進行之前呢 要介紹我們的金牌評審團 為大家介紹的是 國標教父李文鎮老師 以及好久不見的舞蹈藝術家 翠銘老師 還有漂亮的拉丁舞后 李佩玲老師 接下來介紹的是帥氣的 捷舞王子鄭竹男老師 好 觀眾朋友 最後一回合呢 我們要比的是捷舞 輕快活潑的捷舞 輕快活潑 也等於需要滿滿的體力 應該除了郭忠祐之外 其他都有體力不足的問題吧 對不對 尤其手長腳長的更堪憂 我不是說堵鈴哥啦 你既然Cue到我了 我就必須要說我的真心話 前面彩排之後 怎麼了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全部拉去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嚴重了 為什麼 我覺得 有某些組別有吃了興奮 你說他們很High是不是 很有活力 對 那你的部分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 我都一直講 江還是老的辣 以退為進的方式 搞不好待會兒最有活力 最該驗尿的就是他 對 好 捷舞到底要注意什麼 然後評分的標準又是什麼呢 我們請歐穗明老師 為我們溫馨小提醒 好 剛剛主持人已經講了 最重要的兩點 那就是輕快活潑的感覺 用我們的肢體去表達出來 接下來就是技術的方面 它的基本步的組合 重要的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叫作 就是一退一進 譬如說女生來講的話 那就是右腳退後 左腳在原地 當然男士就是相反 要不要哪個老師出來 做一下ROCK的動作 觀眾比較清楚 來 誰推你出來的 吳京橋老師 我們ROCK來一下 好,我們做一下 這個是ROCK跳針版 非常好 他現在示範的是男士的動作 左腳後退 右腳在原地 全部做一次 大家一起來 連續四次ROCK 好啊 好不好,準備囉 5、4、3、4 7、8 好,可以了 好,感覺 不賴哦 不錯哦 不錯 都有經過訓練哦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動作就是ROCK 第二個動作就是一個追步 我們就是SASSET 就是向左或向右 拍子的分配是 第一步四分之三 第二步四分之一 第三步一拍 來 那這個就是很... 這個也是聽不懂 我們要請老師 來,請 換女... 換女老師了 游舒婷老師 來 來,音樂 SASSET 好輕盈哦 你看看 明明這麼高大 跳起來 就跟精靈一樣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謝謝舒婷老師 是 歐盛銘老師 當然 老師們都已經是訓練有數了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做出這個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然後有一點BUNCE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呈現這種 很輕快的感覺 因為他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必須要有非常好的體力 你才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速度 把它表現出來 好 謝謝歐盛銘老師的溫馨小提醒 相信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了 是的 不過還是留一點機會 讓現場的藝人朋友 可以暖身一下 試試看當場在小巨蛋跳舞的 那種人擠人的感覺 好不好 那一樣嘛 我們就無阻無阻來 我們歡迎 陳妍安、郭忠祐、羅子惟、楊佩傑 陳怡婷還有他們的指導老師們 來,收麥克風 選好自己的位子 老師,音樂 卡位囉 來吧,我們跳舞 要輕快 要開心 好,掌聲鼓勵 來,回歸原位 來 我剛剛看到 每一個人都拚了耶 是 火力全開 剛開始我看到的啦 你看到了哪一位 怡婷 我覺得前面還有一點深色 來 可是最後他們來個大招 怡婷那一組是不是 對啊 跟黃楓洋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有 整個場面看起來 就像電影猛甲在打群架 掃地 非常的熱鬧 突然打 你是說剛剛那一群 在打群架的感覺 對 還有人摔倒有沒有 真的嗎 不是啦,那是大招啦 那是大招 對 不一樣 對,但是講到猛甲 我發現有一位 本來比較身性敦厚保守的人 有試圖攻擊別人 誰 羅子惟 怎麼可能 他好像有攻擊的柚子 什麼 柚子被他攻擊的時候 就是皮笑肉不笑 他比較過 對 真的哦 子惟攻擊 柚子老師 柚子老師 剛剛是有被羅子惟去 幹到一下拐子 難免會有碰撞 撞到 我們就是把他推開就好了 原來是這樣 有技巧性的避開或推開就好了 因為子惟自己沒發現 有,我知道我打到他了 你當下是怎麼處理的 有說對不起嗎 當然沒時間 聰明 我就怕你還停一下 跟他說對不起 沒有,完全不理他 就完成自己的舞序嘛 對 對不對 然後郭忠祐這組很妙 他怎麼樣 他們選擇在最後面 然後很忙的一直移動 但是他在很後面 我不知道評審看不看得到 可是我也有看到忠祐耶 你看到 因為他們很火紅的衣服嘛 對 我覺得不是 因為他們衣服很搶眼 是他們今天表現得讓... 忠祐表現得讓我覺得很搶眼 我覺得他體力 他是運動員出身嘛 對啊,這個是你的本命舞啊 本命舞耶 對,就是他最擅長的嘛 他最擅長 但是陳妍安就最辛苦了 他感覺平常做的運動 應該只有睡覺翻身這樣 那不太運動的人啊 沒那麼誇張吧 你沒有看他跟佩傑 兩個也差一點撞在一起 真的啊 而且你剛剛很少看到捷舞 跟老師會迷路的 對,我第一次找不到老師 他會這樣叫我過來 我想說要過去 等一下 怎麼邊跳舞邊叫你過來啊 這還滿難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 要從哪裡開始接 我剛剛跳滿爛的 所以為什麼暖身非常重要 不過還是要請教歐穗明老師 剛剛在第一組的暖身 所有的隊伍裡面 你覺得哪一組是最搶眼的 我覺得還是忠祐 他站最後面耶 但是忠祐我覺得 剛才在跳的時候 畢竟還是一個 比較有活力的其中一個 所以我覺得是最好的 好,謝謝歐穗明老師 那我們再問問其他老師 剛剛那一組裡面 他覺得哪一個是最搶眼的 謝謝 鄭竹男老師 捷舞王子 剛剛我的看法也是忠祐 但是我又看到另外一組 我覺得很驚訝就是怡婷 因為我覺得他 因為楓洋老師的開舞很特別 就是不是很快就開舞了 但是他有等楓洋老師 我覺得他的跟隨 是他最裡面 最有跟老師互動的一組 這種小細節 反而是評審老師 他們會注意到的 畢竟雙人舞嘛 兩個人的關心 BUNDING還是很重要 如果剛剛那個第一組 剛剛竹男老師提到那一點 就是怡婷在等楓洋老師 那個畫面 如果大家要仔細看的話 完全可以符合篤林哥剛剛講的 打群架 是 因為剛剛楓洋要走出去前面的時候 他嘴跟臉有沒有 跟他的身體 簡稱嘴臉 對 你是來... 要在啊 真的 因為我站在那個位置 我看得非常清楚 他是嘴臉 而且加上奶仙道 有沒有 對,你懂得了 周克宇,你有...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看到 跟我一樣相同的畫面 但的確每一個老師 包括其他的對手 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是 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二組了 我們要歡迎的是 何篤霖、謝金金、張家瑋 賴慧如、林柏妤 以及他們的指導老師 來,我們收麥克風 準備搶位子囉 任何時間想開始就可以開始 媽媽 我擔心 好 來 擔心 所以 好,掌聲鼓勵 我覺得這一組 其實平均下來 他們的程度都還滿齊的耶 滿平均的耶 比較沒有打裙甲的感覺 是,一剛開始我們 就是會想說誰先開舞步 誰先走 沒想到最後走的是柏妤 對,他最後一個才啟動 但是我覺得他是跟蹤詠軒老師 對不對 總統老師故意以不動志萬動的 對,他就是以不動 我就心裡想說 你什麼時候動 什麼時候動 就看著他的眼睛 好,可以動了 好,所以跟蹤很重要 這或許看在老師的 評審老師的眼裡 他覺得這是對的 本來就是要跟蹤你的老師 當然是這樣 是 但是他們雖然沒有打裙甲 但有內鬥 你剛剛看到什麼 篤霖哥跟舒婷老師 他們是同一組的 舒婷老師被你的腳拐了兩次 是哦 是嗎 舒婷老師 他到底為什麼老師會拐到你 因為他其實腿踢很高 所以有那個... 精開 剛才啦 那個誰要故意站在我們前面 你說佳明是吧 對啊,我當然把腿踢高一點 不知道老師怎麼看得到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他們那一組有吃興奮劑 你知道嗎 講到這個 佳明,你剛剛擋在篤霖哥面前 我老實說現場看 真的覺得滿故意的 你是... 是一個策略嗎 就是自己沒辦法加分的話 幫人家扣一點分這樣 大家心機火重都有策略的 是 有人跳舞跳到好像 少林寺派出來的代表一樣 很少看篤霖哥這麼委屈 晶晶 你今天你有發揮實力 還是有保留體力 其實每次只要音樂不一樣 我都會比較緊張 但是捷舞的拍子是從一開始嘛 剛剛要開始之前 老師跟我說 第三支 這個從萬拍開始 你應該不會再跳錯了 沒有,其實因為他幾乎都跳錯了 包含剛剛那一次 這個狀況堪憂耶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要看起來沒有跳錯的樣子 你這照片做得非常好 對 對 但是有一組 一直被你們逼到角落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就是你們右手邊 有嗎 你們有感覺被我們逼到角落嗎 角落不能再進去了 沒關係,我超享受的 怎麼說 對啊 跟他很開心嗎 因為這支就是他比較輕快 我覺得他音樂 就會一直很開心 為什麼今天比較角落的 我反而都覺得滿有活力的 對,我在美女的同時 你旁邊那匹黑馬 有點站不住 對 你拐了一下 賴慧如,怎麼了 黑馬,你是不會喘氣哦 對 為什麼 因為喘耶 他的舞序完全沒有給我休息了 真的啊 就讓你一直忙忙忙 差點枉身 好 這波是我們自己的看法 是 可是如果看在評審老師的眼裡 到底哪一組是最搶眼的呢 李文正老師 這一組裡面 第一個比較搶眼的 一看就是慧如這一組 男藝人組 是因為他們站在最中間的關係嗎 位置的是其次 重點是一開始 你有跟著音樂的節拍 在節奏上面 第二個就是男藝人組裡面 就是篤霖哥 因為人高馬大 他站動作很大 也是很搶眼 而且他位置就站中間 是站對的 好,謝謝文正老師 所以其實身材 其實占了很大的優勢 沒錯 不過剛剛評審老師 點出最亮眼的 僅供參考就好了 謝謝現場的藝人 以及指導老師 回座休息 好 暖身結束之後呢 馬上要進行 我們最後一回合的積分比賽了 是 各位藝人 各位前輩 各位指導老師 前面座位有看到嗎 一、二、三、四、五、六 六組座位 等於是小巨蛋的六張門票 也等於說 幾乎淘汰一半的人 今天會離開這個舞台 這種你死我活的狀態 觀眾最愛看了 人前手牽手 人後下毒手 太快了 那是一個比喻 我以為你暗示我 而且我第一組就打 積分最高了 對 很明顯看到你做這件事了 請息怒 所以這個言下之意 就是先坐的不一定是穩坐 當然啊 你前六個坐上去的 只是因為你抽籤、籤運好 可以有機會坐一下 但後面只要積分比你高 最後的第六名 擠掉直接離開現場 對 要整個十組跳完之後 才知道 誰正式拿到小巨蛋的門票 好 現在很緊張的時刻來了 因為要抽出第一組 會是誰先上場呢 請上籤頭 換人耶 是 我們這邊是小助理養成班 是 這一位 來,我們站中間一點啊 是我們的小師妹 怎麼稱呼 我叫伊倫 我姓江,叫江伊倫 江伊倫 一輪啦 滿好記的 可以看一下伊倫的恰恰步嗎 那ROCK可以來一下嗎 他真的... 這真的有認真在聽耶 有前途 一輪 很不錯哦 不錯 反應很快 條件又好 很有機會 JILLE 下次就來比賽 好不好 我會努力的 好 謝謝伊倫 謝謝我們的小師妹 謝謝 他退場還滿古裝的 對 對 奴婢告退 奴婢告退 很可愛 是 好 接下來就抽籤了 對 來,誰是頭籤 到底會輸誰 這是天意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好事 可是他很怕這個舞科耶 為什麼是好事 頭過、身過嘛 我怕他體力不好啊 晚一點的話 可能想睡啊 時間到了 你知道嗎 好明顯知道是誰了 對啊 我們一起說誰的名字好不好 一、二、三 肚靈哥 歡迎肚靈哥 還有蘇婷老師 我們提示得好明顯哦 你知道這個捷舞 是需要很多很多提力的 你知道錄影前彩排 怎麼了 怎麼樣,看到什麼 後面九組年紀輕輕 臉皮更厚 等一下,怎麼個臉皮厚吧 擺姿勢的很多 你知道嗎 真的、假 真的 休息很多 能隨便講個一組嗎 我介紹一位金酸梅裁判老師 楓洋老師 黃楓洋老師 黃楓洋老師 楓老師剛剛就在場邊罵 你們很厚臉皮耶 這樣也敢跳哦 什麼意思 為什麼他這樣罵楓洋老師 來,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我是罵誰去我都忘了耶 我罵他了 對啦 為什麼 就是姿勢很多啊 對 哪有 而且怎麼可以這樣子 對 哪有,我前面很忙耶 我是結尾做一個好好的結尾 我覺得張家瑋 今天很適合把姿勢 不幸張家瑋站起來 用側面對的攝影機來一下 對 是不是覺得我說得對的 請掌聲鼓勵 這不要動就贏了很多了嘛 直接開叉開到腋下耶 對啊,黃楓洋最討厭看到這種 早知道我也擺姿勢就好 我也露成這樣啊 你不會啊 你已經露到肚臍了 我還搏擦耶 所以我們話說從頭來 所以篤霖哥就是看到 也是看到家瑋這一組擺姿勢太多 你就覺得不平衡 對啊 就是老師 下次老人家又有優惠 最少要有四個八拍 白姿勢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平常心 但是還是要用盡全力去完成 這個比較難度 需要體力活的捷舞 是 好,話不多說 伸頭一刀、縮頭一刀 加油,何篤霖 好的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在前兩回合 以完美舞姿 獲得一致好評的何篤霖 在牆壁環刺下 能否如願拿下高分 讓名次往前攀升呢 大家好,我是何篤霖 捷舞我練了兩個禮拜 我今天的表現 只要能夠全部跳完 沒有昏倒 我就是冠軍了 強烈inta вообще 好了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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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何篤霖、游舒婷老師 帶來捷舞的表演 捷舞 太有特色了 篤霖哥,還是我們這一段 可以蹲著訪問 你還好嗎,篤霖哥 救命 救命 篤霖在那邊跳到喊救命了 救命 真的很喘對不對 真的很喘 但是真的很好看耶 對啊 對啊 他跳到嘴唇發黑 真的也沒有血色了 他跳到嘴唇發黑 天啊 你現在需要什麼 我需要掌聲鼓勵鼓勵 這沒問題 還等什麼 你贏得了 你知不知道 獨秒之後 一剛開始的第一姿勢 你已經非常的搶劲跟吸睛了 那個站在那邊背後 那個姿勢有沒有 很有趣 我覺得接下來 我就覺得很期待他整個舞序 沒想到這個國標舞 為什麼這麼有嘻哈味 從哪裡感覺起來呢 不是我褲子太低腰嗎 還是... 剛剛滿滿的焦點 都在你的肚子上 對啊 我一度擔心 因為你最近應該真的瘦滿多的 真的瘦了 真的很擔心 你褲子 直接會... 直接掉在腳踝耶 我一個... 你剛剛幾乎半截肚子都跑出來 我沒想到這個捷舞 真的是瘦得... 快的速度非常嚇人 對啊 但你前面那個獨舞 我覺得很可愛耶 那是老師選的這個音樂 我們前面一直沒排 後來找了老師的partner 竹竹老師 竹竹老師 是 雖然我們沒看到 原本的版本竹竹老師 但是的確我覺得 加了很多分的原因是在... 你好可愛 很可愛 那個喜感 又不失專業的那個感覺 你第一次完成捷舞 你現在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完成捷舞 對自己是開心的 我跳完了 我跳完了 很不容易啊 尤其剛剛有很多那個 踢的動作 你腿短的人多好踢 你知道嗎 一下就到了 腿長 然後每一個舉步我一間 所以肌力要更強 速度要更快 可是就是因為 還有那個燃燒生命 那一下感動了我 真的是無話可說 第一次跳捷舞 我覺得非常水準是上了一個表現 相信你們應該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支捷舞 我們練三、四、五、六日 二、三、四、五 所以你一跟二沒有練 因為我一、二在錄影 我一、二在錄影 然後有時候 禮拜二錄到晚上大概八點半、九點 我們再抓一點時間 那找老師來 我們走兩遍也好 我從上次開始學俗拍子之後 是 我覺得記舞序就記得更清楚了 躺在床上睡覺 躺下去就開始記舞序 會 就會記那個舞 我也會 然後哪裡卡住 我就會醒來 就當 對,然後就是從頭一定要卡住的地方 再練一次 就是很順利的想完 我才可以安心地睡覺 要不然一個晚上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 醒來很多次 我通常 因為就是... 算了啦 就算了啦 不然為什麼 剛剛腳好像踩錯 明天再問老師 你知道你已經給舒婷老師 很大的壓力了 對啊 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一直強調 你驚很開這件事 舒婷老師也是練家子 但是他不想輸給你 所以他很努力在拉筋 我就跟他排舞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好,踢 結果他開始在跳舞序的時候 他就踢這麼高 然後我就想說 從鏡子看我不能輸他 然後我就開始天天在拉筋 每天每天 所以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 他還問我怎麼拉筋 我還教他拉筋耶 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不要教他了 對不對 他有一次在教室拉筋 他就正披 然後就趴在地板上 我以為他睡著了 好想看哦 你以為他真的就在那邊休息 對 我是練完舞 然後肌肉緊、腿很緊 然後我就正披坐下鬆一鬆 然後趴下去休息一下 對別人來講拉筋折磨 對他來講真的是放鬆 那你剛剛也很辛苦 要不要現在放鬆一下 這個對我們學校來講 這個很小事情耶 我很想看男生筋很開什麼樣子耶 可是你褲子會不會太低 我這定做的不會 好,這很好 定做的 不會破掉 真的滿開的 你知道這有多難嗎 我做對照組 這真的很難 我已經這樣就不... GINO不是演的 GINO是真的下不去 我發誓我是真的 最低就這樣 真的 這個有時候練完舞 這樣趴著休息一下好不好 有動嗎 我們以前都不是這樣推的 GINO GINO,我們以前都... 幹嘛啦 你和朋友 我們以前練舞 真的都是這樣子 對 一個不夠 上面再疊一個 很爽哦 好 等他...等學藝回流之後 就很爽了 腳麻痺了 腳麻痺了 好啦 好啦,剛剛是很輕鬆 也知道其實沒那麼簡單 這是要經過很多很多的練習 跟努力 才有剛剛 篤霖哥這麼精采的一個表現 可是看在評審老師的眼裡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文正老師,你的看法 首先我要講說 篤霖哥,你這一首捷舞 以拼命三郎的方式 整個呈現這個 整支舞曲出來的時候 讓我覺得很驚訝 你人高馬大 有些動作啊 那些捷舞的舞風 加上你自己本身的那個表現 跳得還不錯 所以滿吸引人的 但是有些基本的動作就是 就是在拍子上的控制 強弱拍跟長短拍 以及彈跳的一些基本功要多加強 是 相信你不只是得到芭蕾王子的封號 另外還有一個 捷舞王子把鄭老師幹掉是不是 對,有機會 有機會 加油 好,謝謝文正老師 謝謝老師 好,那就非常期待篤霖哥 我們的第一棒 到底他的捷舞 人生的第一支捷舞 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目前來到了85 不錯哦 再來,往上升 84.3 84.4 84.4 85.4分 這個分數相當相當的高 255.9的積分 目前暫時排名第一名 左一望一 是 我們第一名了 因為你們是第一組 先跳完三支舞的 你們都叫玩弄舞者嗎 最起碼你有機會可以坐上 衛冕者寶座 第一名 捷舞雖然是何篤霖最害怕的舞科 但他仍用盡生命舞動身體 拚勁的模樣 讓他獲得了85.4分 累積總分255.9分 目前暫居第一 麻煩你幫我們抽出 你的下一位會是誰 這個也滿厲害的耶 滿厲害的 這很厲害 換一個 不行 換一個 不行啦 但是這個是工人 大家都覺得還滿強的 歡迎 陳怡婷 我們謝謝篤霖哥 請先登上寶座 暫時請恭喜篤霖哥、舒婷老師 好,歡迎怡婷還有楓洋老師 直接了當的問 不是,篤霖哥 你為什麼把我們東西 隨便的挪動啊 你幹嘛 對不起,我實在是受不了了 你小心 你要拍照是不是 不知道能站多久 我們先拍照傳臉書 OK 麻煩工作人員幫他拍一下 我先離開 不要在畫面裡面 來 來,三、二、一 好好享受第一名的位置 對 因為有可能等一下 直接要移到第二名這邊了 對 你到第二名 不過還要再拿第二名 也站上去拍一張吧 會不會六張你都拍到 然後就... 讓大家猜一猜 讓大家猜一猜 猜一猜 好,期待 期待 篤霖哥真的很可愛 是 好,回歸在怡婷身上 對 聽說這一次做了滿大膽的一個嘗試 就是這個舞序 從頭到尾完全改編全新的 因為其實之前兩支舞都是... 老師都是直接用 就是我有跳過的舞序 下去做變化 所以你之前有跳過捷舞 有 那個捷舞是誰編的 是前夫編的 吳京橋 吳前夫 吳京橋老師編的 對 所以楓洋老師 就是把吳京橋老師的舞序 全部打掉 對 我贊成 沒有,有時候這種事情要斷乾淨 不然這個 怎麼... 扭扭扭扭 怎麼... 怎麼講 拉拉扯扭 那個很麻煩 QQ QQ 我幫你演唱拍假的哦 真的 怎麼沒進步啊,台語 好,對不起 為什麼,楓洋老師 你要這樣子呢 因為每一段都修改的話 那倒不如我直接編個新的比較快 乾脆讓感情斷乾淨 對 你真的拉太快了 但我覺得這對怡婷來講 雖然是挑戰 但是也滿好的 跟不同老師學的東西 完全是不一樣 是啊 對,而且其實我們這一支舞 是在上一次倫巴跳完 之後才開始學的 那時間很短耶 對,那個根本就是逼死你了 所以我今天超爽的 而且你最近又更忙 還要宣傳新專輯 對 你們好好的加油 也很期待楓洋老師 重新改編的舞序 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呈現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在前兩回合積分賽中 陳怡婷以精湛的舞技 得到亮眼成績 這次他將如何呈現動感捷舞 來面對最後的關鍵之戰呢 大家好,我是陳怡婷 今天我就要帶著我的歡喜舞伴 前進小巨蛋 我長一次會不及了 每天才會不及到 一切都會滿足 然後一直在著 再著作唱 這次我會不及到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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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by bwd6 來 謝謝陳怡婷、黃楓洋老師 帶來捷舞的表演 這要是逼死多少人啊 從頭到尾幾乎沒有休息 滿場飛 不停的彈跳 不停的轉圈 然後飛來飛去 還有空做大招 嚇死人了,你們兩個 而且跳完怡婷 你自己很開心耶 你今天叫的一聲是 因為我跟老師說 老師,我跳完了 而且我沒有跳錯 為什麼 彩排沒有跳完過嗎 彩排沒有在拍子上 從頭到尾沒有拍 我就跳完就這樣 彩排我完全是被老師甩著轉 楓洋老師 你為什麼要排得這麼滿 滿到你自己現在還在喘 你知道我多認真了對不對 沒有 為什麼 排滿原因是因為 他之前的跳舞 都會比較偏向是就是很輕鬆的樣子 這樣 對,我就覺得 他應該要可以衝得起來 所以就排了 有一點點的滿 不要讓他停下來 也不要讓他想 因為他習慣一想 就會跳錯 然後我就會... 對 老師,我覺得老師這一次 帶完我之後 他那個翻版 應該可以翻到後腦勺去 你放心,不是你 他帶每個藝人都是這樣子 沒有 哪有那麼寬的 而且剛剛有一個絕對是沒有錯誤 就是你一直不停的轉圈 一直不停的轉 老師說你就是心裡腳 就要想著你要有一個M拍 如果沒有M拍 你腳就會忘記載 而且我常常會轉完之後 我就問老師 老師,我剛剛到底是轉幾圈啊 那你就再來一次 對 好嚴格哦 就是要自己有感覺 你不能一直問我 確認這個答案 那你這一次有用什麼 比較特別的方式來教他嗎 我本來要用特別方式 結果 他就舞序記了 有一點沒那麼快 你知道嗎 我本來買了沙包 我就很開心說 我來整陳怡婷 他完蛋了 結果 要死了 我買上他都沒用到 我很生氣 他有自己在家裡面 這樣子丟 難怪你最近越來越壯 對啊 那彈跳的部分呢 有一度 反正現在分數都送出去 彈跳的部分 那是不是體力負荷不了 我覺得有幾個是彈不起來的 應該說他的彈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一般你如果想跳高 身體是會用力的 可是他在跳的時候 他是這樣 有一種好像有點年紀 然後又... 然後喘不過氣來 他上課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快,我阿嬤在跳 比你還高 對 那你就回他 叫你阿嬤來囉 不用阿嬤出馬 我來就夠了 就是老師 你知道你自己有 老師講的這個狀況嗎 就是有時候時好時壞 有時候抓得到 有時候我都抓不到這樣 然後常常就是在課堂上 就是把老師勒毛 我就直接讓他實際 譬如說 我讓他從左腳這樣子跳過來 右腳 我說你試試看 跳過去的時候 我就撐著他 有點像是在學雙人芭蕾一樣 他一跳得同時 我就把他拉上去 然後他之前都不喘 他跳結果都不喘 然後那邊跳個兩下、三下 他就開始... 然後我就喘了哦 對 我很想看一下 你怎麼讓他去感受 空中的時候 你可能身體的核心要用力 你怎麼去教他 這樣子跳 比如說他就先跳過來 跳過去 然後再跳過去 他就自己這樣子跳的時候 我再幫他做一件事情 跳上去 身體用力 將他身體推高 挺胸這樣子 挺胸這樣子 預備 有啦,就是推高一點 然後上去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這樣 他就一直這樣頂上去 所以你這邊一定要用力 對 是 讓他找到身體用力的感覺 很重要 你都有你的理由 那個大招的理由是... 因為你也知道 小巨蛋場地那麼大的時候 燈光都沒那麼亮 我怕那些裁判 可能不小心沒看到 所以就來個一招大招 吸引一下目光 大招腳不能離地啊 我沒離地 對耶 他都沒離地啊 對耶 一般講到大招就是會離地 他剛好沒有離地耶 兩隻腳穩扎穩扎 就從裡面又拉出來了 他說不能雙腳離地 但沒有說 你真的很愛玩 乃仙道這幾招了 是不是 好,都成立 我覺得每一個理由 聽起來我覺得是OK的 我們都可以接受的 是 可是看在評審老師的眼裡 他們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歐穗明老師,你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最好的部分 是就是我們講的大招 這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放下去 一個就是到後面去 就是這個動作 我覺得你的垂直感非常好 其實是跳舞非常好的條件 但是身體始終沒有 把臀部放後面一點 譬如說在正拍的時候 把腳伸直的時候 要把腳真正的伸直 順便其實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練到 大腿肌肉的力量 另外就是支撐腳的彈力太少了 當然這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練習 但這個問題是確實也存在著 謝謝老師 好,謝謝歐穗明老師 接下來我們要看分數了 陳怡婷到底可以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目前怡婷的分數 也在前一段班 到底能不能進小巨蛋呢 目前來到85.2 85.3 還有沒有 5.4 跟篤霖哥同分了 好,也是85.4分哦 文正老師85.5分 順便老師85.2分 佩玲老師、竹男老師85.4分 總分255.9分 被評審大讚 具有國標天分的陳怡婷 使出了渾身解數 獲得85.4分 總分255.9分 顧潛與何篤霖並列第一 加油 所以他跟篤霖哥的積分是... 一模模一樣樣 隨便你換到哪裡 他跟著我走 這樣好不好 我們來一個就是中間值 這個我們暫時先擺在邊邊一下 好耶 好,我們就把第一名的 擺在兩個的中間 好 因為目前你們兩個都並列第一嘛 豪竹藝 你覺得如何,篤霖哥 可以,離我們近一點 不是,你人這麼大隻 心眼怎麼那麼小啊 第一名 第一名有很多各部分都要努力的 得來不易 對 是 很久沒第一名了 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多久啊 沒錯 是不是 好,不過還是要麻煩怡婷 幫我們抽出下一組 到底是誰 來 有想抽到誰嗎 都行 都行,好 不要被砍到 煩惱 是女的 我們歡迎 陳妍安 好,那我們也謝謝怡婷 還有鳳凰老師 登上我們的冠軍寶座 非常恭喜怡婷 還有楓洋老師 同時歡迎妍安 還有葉宏老師 怎麼辦 怎麼辦 還在第三個應該是... 很好啊 我覺得滿好的啊 我先想一件事 你之前有跳過捷舞嗎 沒有耶,第一次跳 會嗎 你之前不是有參加過 是兩次的季賽 對,可是因為捷舞 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是速度很快的舞 所以我一直不想去挑戰它 對,然後沒有想到 參加小巨戰竟然要比捷舞 我就想 好吧,那就來吧 有時候最怕面對的 你往往有時候 就是串子串丟 是 你非得要面對它 來,我們來鼓勵一下 預備,來 加油 加油 不好意思,你這個加油太沒興趣了 這好像大聲一點 不然柏妤,你幫他加油一下好了 比較體貼、有溫度的 楊潤姐,加油 好假哦 對嘛 一樣是加油 你真的很誠實 真的很不真耶 很假 真的嗎 我很真 但這一套男生還滿吃的 因為這一次的捷舞 我過去那邊講好了 來 感覺你好像要講什麼 這一次的捷舞 其實速度非常快 四十二小節 是 我自己在跳的時候 其實就有點跟不上了 然後我每次跳完 我都跟老師說 老師啊,我跟你說 我真的很擔心 我這個體力 好鐵人的 我都跟不上了 我很擔心前輩那個 年紀比較大的 譬如說妍安姐、篤玲哥 那到底要怎麼跳 然後我就一直看製作單位說 你們到底要不要考慮 人家老人家的心情 我知道為什麼 你要來這邊講 對 就你要 不是 我是真的很擔心 你是來關心 你是國標甜心嗎 你是我認識的林柏妤 你剛剛講話還滿毒的耶 我沒有毒 好,那你真的 打從心底很有誠意的 幫妍安 或者是葉宏老師加油 你真的用什麼方式來 妍安姐,加油 跟我想了一樣 真的要加油 那他的指導老師也很緊張 你要怎麼幫他加油 他有女兒咧 那又怎麼樣 我真的很怕 那個 不會啦 不會,他又沒開場 來,我們... 好,無理 算了啦 靠別人 那不如靠自己 反正加油就對了 好不好 葉宏老師還有妍安加油 是 對不對 好 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面對 歡迎二位帶來 精采的表演 前兩回合積分賽 陳妍安雖然表現不如預期 但仍堅持到底 在面對著關鍵一戰 他能夠突破自我 翻轉目前的烈勢嗎 大家好 我是陳妍安 希望今天的捷舞 能夠讓我活力充沛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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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妍安 叶红 带来捷舞的表演 不错耶 不管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完全有到位 但我覺得比之前的表現都好很多 從倫巴之後 似乎你就開竅了 讓你喘一下 柏妤,你覺得你剛剛擔心 是多餘的嗎 是多餘的 你也覺得他的表現 你翻演跟班淑一樣快耶 不是,我是真的由衷的擔心 就是... 真的 好,謝謝柏妤 好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我們第一名衛冕 你絕不覺得 落差怎麼這麼大 是,我覺得他跳得很好 尤其他其實講實在 他是很用心用感情在跳舞的 他從上一次倫巴開始 你從剛剛他的第一個動作 他的背影 他一伸手 其實他的背很有戲 是 你該叫他來表演一次 你... 你要不要讓我再看一次 你很有戲的背 背很難演戲耶 對啊 看看他講了什麼 好心感 有哦 而且那句話感覺是對著篤霖哥說的 他跟篤霖哥說 請你往旁邊挪一格 第一個位子 老娘要坐 好 我相信練習的應該是非常多 因為那時候在跳倫巴的時候 那個志榮老師 他有先幫我不斷的去練習那個捷舞 因為捷舞是我從來沒有觸動過的舞 然後倫巴的這一段時間 他其實花比較多時間 不斷的去帶我跳捷舞 因為想說 等到葉宏老師回來的時候 他接手他會比較輕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葉宏老師坐享其吃 對,有一點那個感覺 也不是啦 就是有一些部分 就是留給葉宏老師去編的 原本是都沒有分開的動作 都是一直... 都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那後來為什麼 那我就覺得好黏哦 你是說這個舞蹈 還是說陳妍安這個人 不是,我說這個舞蹈 我誤會了 我誤會了 除了你覺得太黏稠了 還有你是不是有別的用意 就希望舞蹈 當然層次會有不一樣 也希望他可以獨立去完成一些事 有嗎 有,就是... 老師,你直接說嘛 你這樣子有時候跟梅酸 其實是一樣的 以後如果睡不著 表現的方面 不需要都一直帶著他這樣子 就是希望他能夠自己表現 有多一點表現 自己的表現這樣子 因為老師他希望學生能夠獨立 對,然後在那個部分上面 可能也會比較 看出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那個志榮老師他編的舞步 其實是比較基本一點的 那個葉紘老師的話 他就稍微又幫我做調整 我覺得他有些東西是會稍微... 對我來說稍微有一點點難 比方說轉圈 對 那個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轉圈一直想吐 真的是暈了 對 那你沒有想到要修改 怕修改又會來不及記起來 對 怕如果改第二套 結果正式來又記成第一套 更麻煩 因為妍安姐現在比較忙 是 對,我怕他就要多一點時間休息 也沒有啦 對 不用再花時間記心舞步這樣 一下子老師要改的時候 其實我的身體 有一點反應不過來 就是我可能腦筋會想比較快 就是已經理解老師講的 可是我身體跟不上動作 比方說有哪一個動作讓你卡關卡很久的 就是我一直覺得 我彈跳跳不起來的感覺 對啊,我就說 我就會一直站不穩 葉宏老師,你不救他嗎 沒有,我一開始 其實他是可以的 只是他有時候沒事的 情況會不一樣 就像我們的腳都是左腳踢右邊 他有時候會這樣 五、五、六、七、他這樣 這個差滿多的耶 怎麼... 辛苦了 我這個真的差滿多的 但是突然就是打結、打鐵了 那我就會沒有方向性 老師就說你一定要有方向性 你只要找到那個方向性 你要踢就很清楚 你能不能再做一次看看 好,我們從左邊來想辦法 預備,開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問題就是他不是卡在左右 他前後也不對啊 這個完了不是應該這樣子往前 但是他一直往後跑 是不是你沒有交對啊 沒有啦,老師有講得很清楚 真的嗎 老師真的有講很清楚 有時候我們真的很想做到 但是身體就是跟不上我們的想法 加上又在拍戲 可能就是更累、更沒辦法集中 是 可是我們聽聽看 老師對於這支舞 到底有什麼樣的看法 佩玲老師 延安,我覺得你這一次來參加比賽 最大最大的進步是 你的心態上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對 你不只是想把它做好 你會把那個得失心先放在旁邊 然後去處理你的所有的舞步 我要建議延安 就是你腳掌腳尖的那個位置 你要常常去練習 因為捷舞的是基本一開始那個樂 Rock 你後退的時候步伐太大了 所以大步的時候 你覺得身體是散掉的 然後你要回來就回得比較慢 然後你的SASSET 也是你的腳掌的位置 它是沒有支撐的 就平平的平平的移過去 但是這個協調性跟律動感 它需要訓練的 其實前面兩隊 加上你一共三隊 都沒有跳出SASSET的1、2 4分之3拍 4分之1拍跟1拍 所以你不要沮喪 哥,你在忙什麼 老師說我們都沒做到 我們是第一名耶 我們兩組第一名都沒做到 不好意思,佩玲老師 請繼續 那妍安 其實你這條舞 表現得比以前的舞 比上次的倫巴還要更好 真的嗎 謝謝老師 因為我很小 其實我知道我們有跳的 所以你不要擔心 我就剛剛就講 前面兩隊的基本步 也沒有到太好 所以後面的幾隊 要加油 對啊 他們會第一名指示一下 因為他們是抽籤的 第一個跟第二個 所以不要擔心 再接再厲 謝謝 謝謝佩玲老師 我們要看分數了 終於在第三支舞蹈 突然開竅的妍安 在分數上會不會有一個大躍進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好,目前來到84了 84.7、84.8 84.9 85分 沒有問題,再... 84.1 好,85.1分 謝謝老師 文正老師 穗明老師84.8分 佩玲老師 竹男老師85.3分 總分254.8分 總分254.8分 目前排名第三名 不管如何 你盡力了 而且你做得很好 謝謝 面對陌生的捷舞舞科 陳妍安人骨氣勇氣 克服障礙 打敗心魔 獲得85.1分的他 以總積分254.8分 目前佔據第三 麻煩為我們抽出下一組 來 好,來,麻煩一輪 謝謝 好,妍安現在放鬆一點 好好抽一支 不要給人家看到 我看到最後一個字 就很明顯知道是他了 對啊 來 強棒 這個有厲害哦 我們歡迎 謝金晶 好,我們謝謝妍安 謝謝 來,我歡迎謝金晶 還有吳京橋老師 嗨,怡君姐 怎麼辦 你中感冒 對 昨天聲音還很沙啞 今天有好一點的 還說得出話來 但沙啞會影響到跳舞嗎 還是體力 我覺得不是影響跳舞耶 是影響練舞 什麼意思 我很害怕 傳染感冒給老師 對 對,所以我這段時間 就是都戴口罩跟他練舞 全程 那幾乎是無氧狀態 對啊 其實無氧一直喘氣耶 對啊 跳一次我就快要往生了 超級累 可是完全吸不到氣 我反而覺得危機就是轉機 這是我要恭喜你耶 真的嗎 因為就有一點類似在高山 有沒有 讓自己用無氧的一個狀態 訓練自己 反而可能體力會... 或是呼吸、肺活量會更大 是 反而可能會出乎意料更棒啊 對啊,要對自己有信心 反而這支舞蹈 聽說已經很早就編好了 是不是 對 滿早的 這支舞比倫巴還早編完 倫巴之前他就先編了 你們的用意為什麼 沒有,因為那時候 我的好舞伴跟我建議說 先把捷舞排完 你的好舞伴哦 你說靜雯老師嗎 對,靜雯老師他跟我們建議 結果那時候反而讓我自己 有點倫巴 有點調適不來 因為一口氣要排兩個東西 然後他又記不住 我又... 我又只能... 他那時候完全是有一點就是 他編完跳兩遍 我就要記起來 我就不可以跳錯 跳錯他就會... 有一點點這樣 就是他平常以前不會發現 沒有 之類的 怡婷,你應該有感覺啦 不是,我就要講啊 你吵得不學 幹嘛要學黃楓洋呢 就讓自己變成這個樣子了 求好心切啦 因為他是屬於比較愛的教育型 楓洋是鐵的紀律嘛 是,忽然轉變有時候會受不了 但我覺得靜雯老師給的 這個策略跟建議 我覺得滿好的 還好你們先排完 遇到這個重感冒 或許才可以有遮蓋的過去 對 但不管如何 現在該面對的 我們還要是正面的去迎接他 好的 歡迎二位帶來精采的表演 在前兩回合 精采、刺激的積分賽中 閃亮動人 表現出色的謝金晶 這次能否保持實力 拿下高分 並超越目前的冠軍呢 大家好,我是謝金晶 希望今天的捷舞 可以讓我捷足先登的 拿下小巨蛋的門票 小心手同心做出前的經過 1210年 所以很簡單ена 突然被妳顶倒 迎接危險尋號 lululalulululah 最終見就是妙妙妙 我想叫叫叫 整個世界就聽見我的心在跳 路人不重要 小狗王王叫 還在傷悄忘記妳已經走掉 中原醜 año那天 出現很多的氣好 裡面寫著我的感覺 就是妙妙妙 attenee 这个世界就听见我的心在跳 还在小小忘记你已经走掉 周围出现好多的气候 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 谢谢谢金金、舞杰老師 帶來捷舞的表演 有时候艺人前面 講了很多铺陳的話 我覺得聽聽就好了 對 表現得很好 對啊 然後... 然後現在還在裝屁股抽筋 屁股抽筋 真的抽筋哦 你抽筋啊 那要怎麼辦 捷舞一下 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應該... 拉筋拉開 你現在... 我現在屁股很像被打針 你是大腿還是屁股 不是,是屁股 大腿後色 趕快,這樣 腿三十塊 卡杜琳哥,快跳 要能夠呼吸嗎 右腳盤左膝 往下坐 不用 剛剛真的是用生命在跳舞 喂啊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個狀況耶 但你把它跳完 而且你剛剛跳得真的很好 從頭到尾 我們感受到輕鬆自在 然後讓我們非常舒服 很舒服的捷舞 很棒 真的很妙 而且彷彿回到時光隧道 這首歌太有共鳴了 你這樣告訴我成功了 徐懷鈺哦 那我國中時期的歌 是 好懷念哦 我選了 你選的真妙 很適合你耶 不過我怎麼就說 原本你還想換歌 對,因為其實我們平常練習的時候 不是用一首歌去練習 我們會用很多音樂去練習 去模擬是不是 對 現場比賽的時候 我本來有一首歌用那個 BANANA SONG 就是他那一個... 就是小小兵 對 然後他就聽到那一首 BANANA BING 對 它就很喜歡 很好耶 我也滿喜歡的啊 又配合你今天穿著BANANA 對啊,香蕉一根 我今天都是一根香蕉啊 也滿可愛的啊 這首我覺得也很棒啊 沒有,因為那首歌沒有層次 它就從頭到尾一直... 他從頭到尾就是一直 巴拿拿 巴拿拿拿 從頭到尾都一直這樣 而且老師說 對啊,就很適合你了 你為什麼要選一首歌來搞笑啊 我本來其實滿想叫你 跳一下那個 巴媽媽、巴拿拿 但是你現在可以嗎 對啊 簡單來一下 可以 一點點就好 我們一起一點點好 感受一下 反正現在已經比完 心情也比較放鬆了 有這首歌嗎 可以 來,掌聲鼓勵 好難哦 我覺得這首也很棒耶 你們覺得呢 哪一首適合 妙妙妙 有 我覺得還是妙妙妙比較有共鳴 有 真的有 你們剛剛有一個動作 我覺得滿特別的 怎麼 對,我也覺得 有一點掃腿 你掃腿,你跳起來 對 那個要配合得很好 要不然會拐到耶 對啊,那沒弄好就破壞了 老師就有講 因為其實他一直都說 你要準備要跳那邊的時候 你要看我 可是我每次練習的時候 都一直看著鏡子 都不看他 然後他有一天就突然警告我 然後我說 你再不看我 當天如果不小心錯 你就會成為在舞力全開 第一個破壞的女藝人哦 那你就會變成茄子啊 喂 很冷啦 香蕭如果從高空 變到地上變什麼 茄子 不好笑是不是 不好意思 你繼續看 有啦,還滿好笑的 對 謝謝杜琳哥 我覺得 有抽到杜琳哥的笑點 但我不曉得 我剛剛有沒有看他耶 我有看你嗎 沒有 所以老師 你是配合金晶的 沒有 其實他有看我的時候 我會掃得比較進去一點點 他如果沒有看我的時候 其實我會有比較保留 所以剛剛你有保留 因為他沒有專注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只好 他就不太敢 我就不太敢 因為我有一次在練習的時候 他還沒跳 然後我跟他講好拍子 然後也做好 然後我掃下去的時候 我整個踢到他的腳壞 對 然後我踢到那一瞬間的時候 我是馬上收回來 不然的話他就整個會往後翻 對,這其實一點點 一點點默契 對 我覺得如果練到 進去小巨蛋的話 可能就默契好一點 我不希望我成為在小巨蛋 第一個破甘的女人 不是,他的意思是說 為了你們默契好 我們要想辦法 讓你們進小巨蛋的意思 對 靠自己 對 不是,我是覺得 京橋老師對金晶非常有信心 當然 不然我們聽聽看 老師對這支舞蹈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們的捷舞王子 鄭竹男老師,你的看法 我覺得你完全是在七敵 你哪有感冒呢 要不然就或許你的那個 跳舞的腎上腺素 忽然間就很發達 一上舞台之後 整個人就亮起來了 完全看不出你有感冒 然後你今天在這四組裡面 看起來是最往前的 就重心比較放在腳掌 甚至在腳掌前面 可是你的頭也往前了 所以有點小缺點 然後你的拍子也是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比較有 開、開、開、開的感覺 但是我要特別講一下 有個叫Fall away的 感覺上是順暢 但是沒有把那個東西拋出來 從京橋老師的後方 拋到前方 你做了很多次 所以... 可是那個部分 就沒有表現那麼好 否則今天分數會更高一點點 加油 好,謝謝老師 好,謝謝鄭竹男老師 謝金晶,我們要看分數了 對 快 篤霖哥怎麼了 你們上去 篤霖哥,你的意思是說 你看完晶晶的表演之後 你也覺得他今天表現得很棒 我覺得他不錯啦 我好感動哦 好不服氣哦 雖然有一點不甘心 但是他又沒有昧著良心講 他還是講出了他心中的實話 我覺得得到篤霖哥的這個 還不錯啦 我覺得很開心耶 對,很難對不對 那就直接來看 他們到底是不是會需要換位子呢 評審老師,請給分 獲得到幾分 評審老師,請給分 目前來到了84 好,85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再看小數點能夠爬到多高 84.2 84.3 84.4 還有沒有 84.5 還有沒有 84.6 85.6分 相當高的分數 謝金晶的總分是256.4 目前排名第一名 很感動 不管如何 全力以赴 你已經做到了 至少你可以暫時做到 我們第一名的 第一門票的這個位置 重點是我們搭花搭那麼久 他們還不移耶 又給他們那麼多時間了 也不知道問什麼 麻煩 各一格 那就延安他們就主要往上了 好,謝謝 當然我們非常恭喜 謝金晶目前暫時排名第一名 恭喜 不計備受肯定 民視維持在前三名的血金晶 這次以更上一層樓的 85.6高分 驚豔全場 總分256.4分的他 目前暫舉第一 再下週 六組尚未登場的藝人 即將展現驚人舞技 大家好,我是郭忠祐 大家好,我是張家瑋 大家好,我是羅子惟 大家好,我是羅子惟 大家好,我是賴慧如 大家好,我是楊佩潔 大家好,我是林柏妤 我是楊佩潔 究竟誰能以卓越的表現 搶下高分 奪得小巨蛋的門票呢